好的 然後我今天分享的這個主題是跟食物有關係的 這次的這個題目它其實就是按看這個標題 其實它是會有兩個方面 就是一個是關於食 一個是關於物 然後我的這個會講到幾個方面 整個是James Bennett 就是貝內特來自他的這本 《Vibrant Matter》的這本書當中的一個章節 然後他的這個章節就叫《Edible Matter》 然後會涉及到關於這個 米歇爾塞爾的《紀實者》這本書 以及我會講到這個中國古典哲學當中 關於這種它的這個食物觀 比如像這種天人合一 陰陽五行 中和唯美的這樣一種 把食物跟那個萬物 跟這個宇宙萬物 結合在一起的這樣一種飲食觀 最後呢會是基於這個 Povinelli的一個我最近看的它在E-Flex上面發表的一篇文章 它會進一步它是會講到了 它其實主要講到的是這個圍繞它 它所提出來的這個地本權利 去論述這個去重新審視這個淤泥和廢棄物的這樣一種關係 所以呢它會它在這個 Jan Bennett基礎之上去討論了一個這個非生命的一個活力 或者是說非生命的這個force 然後這個可以先看一下這個貝內特她的這一本 Vibrant Matter 首先Jan Bennett她是一位美國的政治理論家和哲學家 她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政治系的人文科學教授 那在這個先活物質或者說活力物質這一本書當中呢 它把注意力從這個人類對事物的體驗轉移到了事物本身 在貝內特看來政治理論需要更好的認識到非人類力量 對事件的積極參與因此她從理論上提出了一種活力的物質性 就這個vital materiality 它貫穿於人類和非人類的身體之間 她在這本書當中是探討了如果我們承認代理權 總是作為人類和非人類力量臨時配置的效果出現 那麼對公共事件的政治分析會如何改變 那她認為認識到這個能動者是以這種方式分佈的 而不僅僅是人類的事情 可能會刺激我們去培養一種更負責任的對生態無害的政治 一種不太致力於去指責和譴責個人的政治 而是致力於去辨別影響局勢和事件的力量網絡 所以她這本書的副標題其實就是教物的政治生態學 那她在這裡呢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實就是這個vital materiality 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活力物質主義 這其中她其實就是把這個life和matter聯繫在一起去強調非人或物的物質能動性 同時她在書中也批判了這個去媚化 她認為去媚是人為了實現對他者的統治 對帶來的傷害的一種推卸責任的行為 以及它是象征的一種不公正的權力分佈 那她的這個貝奈特的這個新物質主義呢 她說她是基於德摩克利特 伊比諸魯 斯比諾沙 迪德羅 德勒 德勒茲 這樣一條脈絡的 以這個脈絡為基礎的物質主義 而非是黑格爾 馬克斯 阿多諾伊以上的物質主義 然後其中她用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然後也是她在這本書當中貫穿始終的 就是德勒茲和加塔利提出的這個 assemblage 這個machinic assemblage的這個概念 assemblage在這裡就是可以把它理解為是 配置或者是集群的這樣一個概念 它是最早其實就出現在德勒茲和加塔利 1980年的那本千高原當中 然後這個理論呢 它其實強調的就是一種流動性 可交換性和多種功能 為分析這個社會的複雜性 提供一個自下而上的框架 因為assemblage這個詞就我們從它的最 就是字面的意義上來看 它其實本來就只像是一種 就是機器的這種裝配 就比如像裝配這個 比如說蘋果手機 iPad這種 就是在這個工廠裡面進行這種組裝 所以字面上來說 assemblage有這個意思 然後它的同時它在這個 德勒茲和加塔利的意義上呢 它又指的是就是在一個個體內 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 它其實是 它其實不是穩定和固定的 相反它們可以在其它內部 集位和替換 從而通過外部關係去接近系統 那這樣一種就是 它強調這種機器性呢 這個概念呢是 它其實也是在強調assemblage的 它的這個非人性 同時也揭示了這個配置 就是這個assemblage 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它這個配置的這個動作呢 它的動力不在於個體 而在於個體作為基建的聯合 所以在德勒茲和加塔利的意義上呢 這個assemblage它有這樣一種 雙面性 它一面是集體發生的一個assemblage 另一方面它也是欲望的機器配置 所以它這個概念呢 它是排斥個體和個 就individual這樣的觀點 而是一個這種強調一個政治社會的一個community 應該具備的功能 然後在這個 這本書當中的第三章呢 它就是以這個adipal matter為題 叫這個可使用的物質 它在這其中呢是 就是將這個adipal matter呢 視為一個行動者 在人類內部和周遭運作 對於人的或者是說對於使用者的情緒性情和決定 施加影響 所以它把這個可使用物質放置在了一個人和非人的assemblage當中去進行探索 在這裡呢 它是將 首先它是將食物作為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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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與另一個這個複雜的身體並肩作戰 並在其中競爭的動能性身體 它說它認為食物作為這一assemblage它的參與者有兩方面的理由 第一方面是在關於飲食脂肪對人類情緒和認知倾向的影響的科學研究中尋求支持 第二條是它要重新審 它去重新審視了這個19世紀關於飲食的道德和政治功效的討論 它在這裡給了兩 關於19世紀的研究 它給了 它主要是圍繞這兩個人去進行的 一個是尼采一個是梭羅 它討論了尼采和梭羅 這個對於他們兩個人不同的這個飲食觀 但是根據對於他們的討論呢 就是根據這些主題呢 它說吃就是eating 禁食這個行為 它構成了人類和非人類物質之間一系列的相互轉化 最早其實在西方其實很早就有一句這個諺語 就叫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翻譯成中文可以叫人如其實 這最早是在就是法國的一個就是這個律師 就是他提出來的就是他當時他的那個版本就是說 告訴我你吃什麼 我將告訴你你是什麼樣的 你是什麼樣的人或你是什麼 所以簡單來理解就是人如其食 那在這裡他其實也將這個也提到了這個食物的一種生產性權利 就是這個productive power 他的這種食物的這種生產性就是這個生產性權利 他是直接用到了那個福克的那個概念 他把它運用在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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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可食用物質上面 因為在福克那邊就是他說的這個所謂的就是power is productive 其實就是說這個power就是這個力量本身呢 他是形塑了我們的這個我們的society 因為在福克那裡呢他相信通過這種權力的意志 主導和控制權力他構成了社會 或者是說他建構了社會 所以在這在貝利特那裡呢食物有同樣的這樣一種power 一旦涉入食物它隨即與把它放進嘴裡的手 與腸道一線腎臟的代謝機構 與身體鍛鍊的文化實踐等等共同作用 食物可以產生新的人體組織 然後他舉有一個比如說舉一個薯片的例子 就是我們在吃薯片的時候呢 那吃薯片他的這樣一個過程 或者是說這樣一個行動 他就是進入一種assemblage 一個集群 在其中我就是或者說這個進食者 他不一定是最有決定性的操作者 或最有決定性的這個operator 薯片呢他挑戰了蘿蔔調查中隱含的觀點 也就是人們想要的東西是完全由他們自己創造的個人偏好 然後他提出了一個比如在以這個歐米加3 這個歐米加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為例 這個是歐米加3 它其實是一個人體必需的 但是人體又無法去自行合成的一種脂肪酸 它只能靠食物去給 靠食物來補充 它是人體合成各種荷尔蒙及內生性物質必要的一種營養素 通过这个Omega-3脂肪酸 才能让人体的这个生理机能得以正常的运作 这种脂肪酸它是常见于深海鱼类 海豹油和一些植物当中 它有较强的这个调整血脂的作用 那对于这个Omega-3的一些研究呢 就是有通过一些这个就是调查会显示 当摄入足够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呢 它对人会产生一种直接的影响 它表现在它可以减少囚犯的暴力倾向 让学生更容易专注 同时它也可能会减轻 遭遇症患者的抑郁情绪 那除了这个脂肪酸之外呢 很多其他的脂肪呢 它又有这个对人体 或者是说对这个对生物体 它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在摄入其他的一些 我们就是通常这种fat这种脂肪呢 在老鼠身上呢 它会表现为这个它的记忆力减退 并且还会导致大脑中产生炎症物质 所以人和以这个脂肪为例呢 可以看到人和脂肪它作为参与者和行动者的 这个assemblage 它被视为应该被视为一个非线性系统 也就是说在这个使用者和被使用者的 这个复合体当中 一个微小的变化 它可能就会导致模式或功能的重大的破坏 那米歇尔塞尔在 米歇尔塞尔的 对 关于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人和 或者是说这个 就是使用者和 整个外部世界的这样一种关系 其实在米歇尔塞尔的这个 寄生者 或者叫这个寄始者 这本书当中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表现 塞尔它是一个就是 它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 它的研究其实还涉及到了 很多这个自然科学 政治经济学 历史文学和音乐等 各个领域 在这本1982年的这个 1982年的这个 这本寄始者 这本书当中呢 它其实 塞尔它是从法语的这个 parasite 这个词的这个 双重语义去出发 因为在这个法语当中 parasite这个词 它有这个寄生噪音 然后它有 它有那个就是主人宿主 然后同时也有客人 寄始者的意思 所以它其实在法语当中 它有这样一种双重的意思 也就是说parasite寄生者 它不仅仅是一个 是一个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个 一个客人 或者是一个寄生 单纯的一种寄生者的 这样一个角色 它同时也可能是主人 是宿主 那通过它在 它在这本书当中呢 它是通过去再读 这个拉风丹 拉风丹预言 以及古希腊的这个 以及那个柏拉图的那个 会影片莫里埃的伪君子 和卢梭的《忏悔录》 《圣经》 以及希腊神话等等经典 将人类历史论述为是 寄始者的历史 噪音的历史 它在塞尔那里呢 它认为就是parasite 它是在任何系统中 都是固有的 它的关系性和依赖性 比我们认为的要广泛的多 这种依赖性呢 它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它代表一种催化剂 一种它叫thermal excited 就是这个热量激发器可以把它叫做 就是一种改变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呢 其实它就是结构了这个host和parasite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在它的这个 在塞尔那里呢 parasite与其说它是对某一系统或有机体能量的消耗 不如说它改变了宿主的本质或是属性 他在这个塞尔他在《记实者》这本书当中呢 他其实也 他的写作风格呢 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他不再是用他一贯的这个学术写作的一个范式 而是将这个四个用餐时刻去分别对应了逻辑 技术劳动经济和社会 去质疑人类文明和生产的既有系统 向人类中心主义使官发起了一个抨击 所以其实也正如这个塞尔他自己说的 他说这本书其实是关于口和尔的书 他谈到饥饿凶杀也涉及知识和奴役 在这里他在这 在就像那些预言师一样 这本书的内容他也涵盖了物理学和一些精确的这种自然科学 还有包括像通讯技术生物物理学和一些这个生命科学 比如说这个寄生虫学等等 他同时也涉及人类学宗教和文学 那在这里我引用一段这个计时者的 其中的一个章节叫被打断的饭局的最后一个段落 他说拉丰丹其实就是一个法国17世纪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 预言诗人 那他最重要的这个文集就是拉丰丹预言 他跟这个拉丰丹预言跟这个古希腊的伊索预言和 俄国克雷洛夫的那个克雷洛夫预言 他是并称为这个世界三大预言的 所以他说这个拉丰丹算得上是社会学家 大概也是善于论证的 才能把人放到预言里 令读者孝族颜开 他说那些大人物他们的行径就像这样 但其他的人呢放牧的大巫的 甚至宰杀牺牲的都不是什么上等人 历史对此直言不会 没用比喻不做翻译 也没有拐弯抹角 但历史却对一件事三进起口 即人是万物的寄始者 他身边的一切都是他的寄宿场所 动物植物永远都是他的东道主 永远有义务接待他 予以羽求无以为报 他出于私心 擅自扭曲了交换和赠送的逻辑 他就是这样面对大自然 那么对待人类同胞呢 他还是不改其寄生虫的本色 但他的同胞也想做他的寄生虫 所以才出现敌对 然后他其中他讲到 引用到一个拉风丹的 拉风丹的一个预言故事 其实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 就是关于一个农夫 他在大冷天的时候呢 他救了一条蛇 他也不是说他救了 就是他看到这条蛇 好像没有了知觉 然后他就去把他带回家里 放到炉子上去 让他回温 然后当这条蛇醒来的时候呢 然后就攻击了他 然后就咬了他 然后农夫一气之下呢 就把他砍成了三段 这个寄言故事 其实就很像中国的那个 跟中国的那个农夫与蛇 是一模一样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也就是 本来这条 也就是说以人的这样一种视角 去对待动物 或者是说去期待动物的一种回应 比如说他在拉丰丹他的 以这样一个寓言呢 其实就是讲到了 包括他后面 这个后续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农夫 他以为他自己救了这条蛇 那蛇好像应该对他感恩戴德 但其实那个时候 蛇本身就是在冬眠 而对于在蛇的视角上来看呢 这个农夫其实是打扰了 他的正常生活 那所以当蛇醒来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呢 就是他要去攻击这个 他不知道是谁的一个东西 一个人 所以他们后来 在拉丰丹的这个原故事里呢 人和这个蛇 还去那个就是去进行了一场 也就是关于这种公正的一个辩论 就是他们还找来了牛和树 就是去听他们的立场 就是说到底谁对谁错 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呢 塞尔在这里呢 他是再次借用了这个拉丰丹的故事 去讲述这个 去通过这个预言故事呢 去讲述了这个人类跟 人类跟大自然之间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最后他其实有说 比如他说这个 对狼来说 他的狮子是人 批语变换了位置 变了形 那其实这里 我会想到在2020年的时候 浩美术馆做了一场展览 他就是以这个 塞尔的这本 《记事者》为这个 为灵感 他就叫被打断的饭局 他这场群展呢 其实是结合了很多 就是以这个食物 或者是他围绕着这个 食物的这种 这种社会性和他的 这种社会属性 去展开了一些这种讨论 在这个展览上呢 他其实会从 非常多就是一些不同的面向 去对食物进行了 一些这种 这种基于调研式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种 Investigate 那其中呢 有一件作品 是这个 在静门地方 就有一件作品 是郑波的这个 在 郑波的这个 手操 上海野生 食用植物 这是 1961年的时候 当时出的一版 一个就是 对于上海野生植物的一系列的研究 然后 我们都知道 郑波他其实 他的很多作品 都是跟这个 去探索这个人跟植物 植物和人之间的 这样一种相互作用 那这件作品呢 其实也是提示了一种 就是政治和 政治和生存危机 与野草 及野草 它所指涉的 自然的关系 也就自然的重要性 它只有在危机的当下 才得以凸显 就是当你 比如说在野外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东西 可食用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辨别 哪些野生植物 它是可以食用的 那在这本书 这本手册里面呢 它叫这个生存手册 那所以其实这本手册 也是提供了一种 就是 一个在危机下 生存的一条 可能的途径 我不知道 大家记不记得 有一部电影 叫 荒野求生 就是 有那个男主 他去到阿拉西加的 他当时离家出走 然后去到阿拉西加的 那个荒原当中 然后当时就是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他 就是他携带的那些 吃的东西都已经吃完了 然后那他只能去 就是使用那个野生植物 采集果子 但是最后呢 因为他对于这个野生 使用植物的知识不够 或者他是他没有办法去辨认 哪些可以使用 哪些不能使用 然后最后他是误食了一种 一种 一种蘑菇还是什么的 然后最后就 导致他的那个死亡 然后还有一件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典型的 就是 而且也是很早 也是早期 现代艺术当中的 一件就是以这个 edible method为这个 为媒介的作品 那就是 博伊斯的油脂椅 其实博伊斯他的很多作品 他是就是以这个 以这种 有机材质为媒介 包括油脂 蜂蜜 在建筑品当中 他就是用这个动物油 就是堆积的动物油脂 把它倚靠在一张 非常普通的椅子上去装配而成 也就是说他们 在油脂和椅子之间 他们形成一种 assemblage 那在这个材料选择上 其实他就是 这个就是他 他个人偏好的 同时他 同时是具有流动性 和不确定性的 这种媒介 那这个油脂呢 他也象征着这个 死亡与再生 以及怜悯的可能 油脂在这里呢 他从一种 所谓一种惰性的 看似没有活力的 变成了一种 一种活力物质 在这里 他转换成一种能量 而这个椅子呢 他就是 人的躯体的 或者是生物体的 躯体的隐喻 那他在这个 回到那个 回到那个 谁 回到那个贝内特的 他的这个 advormata当中呢 将这个 尼采和 梭罗的 这个 尼采和梭罗的 饮食观 进行了一个 一个对比 那尼采他 其实在 在他的 好几部 这个哲学 著作里面呢 其实都有 谈到他的 那个 他对于 食物 饮食的一些 看法 比如在这个 在其实在 这个道德的普系 在他的那个 自传 乔治的人 以及 查图斯特拉里面 其实都有提到过 所以 尼采其实他就有 讲到过 这个就是 心理的 认知的 审美的 以及 道德情节 都会被 所涉入的 东西 所改变 比如他 在这个 道德普系里面 他有说 这个就是 一个不好的 饮食 比如说 这种 滥用 和这个 和纯 纯素食 他是 depression的 一个来源 就是他可能会 比较容易导致 这个抑郁 和这个 和过度的消耗 同时呢 他 尼采 他也 他也强调了 那个 就是饮食 对不同人 和身体的 不同效用 以及 相同的食物 在同样的身体里的作用 也会随时间的 变化而变化 比如他在这个 偶像的 黄昏里面呢 他其实 批判了这个 意大利的一个 一个 可以说是 一个 一个艺术 艺术 艺术 sponsor吧 叫 柯纳罗 柯纳罗 他有一本书 其实就是 这个 右下角 这个绿色封面的 这个是 关于 这个 The Art of Living Long 就是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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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 艺术 他写了一本 这个书 因为据说 他活到了 一百零几岁 在他那个年代 其实在现在 都还是 很长寿的 然后 他 他在这个 柯纳罗 他在这本 Art of Living Long 里面 他其实是 强调的一种 就是 就是 这种 就是这个 叫什么 就是节食 也不算节食 就是要 他强调其实更多是一种 就是素食 以及少量的食用 的观念 然后他说 尼采 他在偶像黄昏里面 就批判了 他的这样一种做法 他说 他 他说 柯纳罗呢 他将这个结果 误认为原因 他认为 这个 柯纳罗的饮食 并不是他 常受的原因 而是因为 他较缓慢的 新陈代谢 就是 因为他 他本身 他的新陈代谢 缓慢 所以 他不需要 过度 他不需要 一定量的饮食 他只需要 非常少量的饮食 就可以维持他的这个 维持他的 基本的日常生活 但是他说 尼采认为 如果说 是对于一个 一个 一个 就是 新陈代谢 快的人 以及需要 做大量这种 比如说 像这个脑力工作 或者是说 你的这个神经 大脑神经 比较活跃的人来说呢 像他的这样一种 做法呢 其实会直接 导致 没有办法 你的身体 没有办法 得到支撑 同时 他在这个 他在那个 就是 他的这个 自传当中呢 有 写到说 这个 营养地方 与气候 比那些 公认为重要的 如上帝 灵魂 美德 罪恶 超越 真理 永恒 生命 这些都要重要的多 所以他 与这个 尼采 相对的呢 是这个 是这个 索罗的 饮食官 当这个 因为尼采呢 他其实 我们知道 在他的这个 是道德 谱系里面吧 对 他对于这个 因为他在里面 其实是对于宗教 有一个 相当大的一个 抨击 那他其实通过 这个 拒绝蔬菜呢 也是把蔬菜 跟那个 他不是拒绝蔬菜 就是说 他更多是拒绝一种 禁欲式的这种 这种 vegetarian 他说当 蔬菜 与这种 这种 他把蔬菜与这种 禁欲主义的做法 和牧师般的 这个被压抑的怨恨 相联系 但是呢 他并没有否认 就是说 蔬菜的这样一种 就是 他并没有否认 蔬菜的就是好处 因为在这里 在尼采那里 更多的蔬菜 是作为了一种 另外一种力量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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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些 关于 比如说 对于宗教的批判 等等这方面 那在 苏罗那里呢 他也 他其实也是肯定了 这个植物的生命力 但是呢 苏罗他是把植物 放在一个不同的 语境当中 或者是他放在 不同的一个 集群 一个 assemblage当中 这个 这个assemblage 他对他的身体 产生了另外一种影响 苏罗认为呢 他 只吃蔬菜 会让你更加清醒 对社会习俗的病原体 有更好的抵抗力 我们知道 苏罗他其实 最重要的一件 作品 一本 一本作 一本书 就是 瓦尔登湖 在这个 他 这本书是 大概出版在 19世纪 1854年 苏罗他在 瓦尔登湖中呢 就详尽的描述了 他在这个 瓦尔登湖畔 一片树林中 度过的两年 又两个月的生活 以及这段时间 他的很多的思考 这个瓦尔登湖 就是在美国的 那个 Massassus 马省东部的 马省东部的 一个地方 其实离 苏罗原本的家 不远 苏罗他自己呢 也把 他的这次 瓦尔登湖的 居住经历 称为一种 简朴 隐居生活的 一次 尝试 他在这个 就是苏罗他在这里呢 他 是 他当时就是在 这个 瓦尔登湖畔 居住的时候 他在 他自己 其实也开垢荒地 种下了很多蔬菜 像玉米啊 土豆 豌豆和 胡萝卜这些 然后他 就是 在这两年多的 时间里 他一直都是 依赖于这种 简单的食物 去生活 但他其实同时呢 也会去 打猎 他会去捕捉一些 这种 就是这个 比如像 这种 土拨鼠 据说他也吃过 这个 吃过这个 土拨鼠 他 他有一个 他在 他的这个 他在他的 这个 瓦尔登湖当中呢 他有 他有 写到过 他自己的一个 就是 一种 对于 野性的 渴求 就是这个 Hungry for Wideness 他说他 当时在 这个树林当中 的时候呢 他 瞥见一只 这个土拨鼠 从他身边 跑过去 他说他感到 一种 奇怪的 一种 一种非常奇怪的 野蛮的快感 想强烈的 抓住他 把他生吞下去 但是他说 他当时 并不是因为饥饿 而只是渴求 他所代表的野性 做一个 就是 索罗他 作为一个典型的 这个 自然主义者 他在这里 其实表现出了 一种 他对待 食物的一种 一种 矛盾观点 他其实 提倡的呢 还是一种 就是 数食主义式的 这种 饮食方式 但是同时呢 他又 就是 又可 就是说 他又强调了 这种 对于 野性的 一个 一个追求 他其实 他所以 他自己 并不是一个 素食主义者 他也 偶尔吃肉 但是他自己 又认为呢 就是 吃肉呢 又会 妨碍 德行的纯洁 并且他也 试着去放弃 但 苏罗他 没有执着于 这样一个观点 因为他最终 还是认为 我们不该 我们不应该 放弃的呢 是人身上的野性 也就是说 他其实提倡的呢 就是 回归自然 他在这个 瓦尔登湖当中呢 他 同时他也有 讲到这个 就是 很多这种 食物的一个 就是 在他看来 什么样才是 所谓的 好的 食物 那比如 他有说到 这个 比如这个 莓果 就是这种 berry 类的 就像草莓 这种 蓝莓 strawberry 这个 cranberry 这些 他说 他认为 这个市场上 销售的 这些莓果 他其实已经 丢失了 他们真正的 风味和 本质的 那一部分 他们仅仅 成为了 粮草 经过了 这种 采摘的 加工的 以及 比如说 他还讲到 经发酵的 一些食物 比如像 奶酪 葡萄酒 这些 他们就是 他们相比较而言 就更 passive 就是更 更消极 更 less vital 就是 他的 就是 他就是 具有更少 更少的 这种 活力性 他的这个观点呢 其实跟 这个 中国 中国传统 哲学当中 对于 的这个 饮食观 其实非常的相似 那他本人 在这个 《瓦尔登湖》当中呢 他其实 就多次 引用过 像 《论语》 《梦》 孟子 《大雪》等这些 儒家经典语句 所以有人说 孔子在 《评价言回》的 这句话 一单石 一瞟影 在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其实是非常符合 这个 梭罗 他的一个 实物观的 那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 传统饮食里面呢 其实 天人合一的 这个 哲学思想呢 就必然强调了 食物 就是 我们的饮食 也要与 自然相融合 同时 其实也提倡了 这样一个 一种 就是 这个 就是 就是像 苏罗所谓的 这个 就是 少食 就是食物 只要够就好了 而不要去 过多 而不要去 贪恋它 那在这个 《道德经》的 第24章呢 其实就 其实就 有写到 其在道也 约于食罪行 误或恶之 故有道者不处 他意思 其实就是说 以道的观点 来看呢 可以说 多余的饮食 和累赘的行为 鬼神 都会厌恶 所以 有道的人 是不可以 这样做的 那 在这个 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 传统当中呢 首先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食物 到底是怎么 与这个 世界相 相联系的 那其实 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五行的 相生相克当中 我们可以看 去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 在 在这个 中国的传统 这个哲学认知里面呢 世界是由 这个 木火 土金水 这五种元素 构成的 那 人呢 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呢 又有五脏 这个五脏 就是 肝 心 肺 肾 肥 然后这个五脏呢 其实又对应了 又对应了这五种元素 比如说 木对应的是 干 火对应的是 心 金对应的是 肺 水对应的是 肾 土对应的是 皮 那 味呢 就是在 这个食物的味道呢 又分成了五种味道 这五种味道就是 酸 心 苦 咸 肝 然后这五种味道呢 同样又对应回了 这个 金木水火土 这五种元素 就是 火呢 它对应的是 这个 苦味 金对应的是 心味 水对应的是 咸味 土对应的是 这个 干味 当我们看到这样 他们在这之中呢 其实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 非常错终复杂的 这样一种 但是又非常有序的 这样一种 系统 那 在这个 在这个 《黄帝内经》当中 就是最早的一个 中国最早 最早的医学著作当中呢 它又把食物 就是 就是 总体的一个食物 又分成了五类 就是 这五类就是 这个 五谷 五果 五醋 五菜 然后它们呢 又分别 就是 又对应了 这个 最基本 就是世界最基本的 这五种元素 所以在这里呢 它其实是 形成了一个 在这个 阴阳五行里面 它其实就是 就是 它把食物放置 在这个阴阳五行里面 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 非常严密的 这样一个 运行的体系 那这也就意味着 食物就是 就像我们 就是在 这个 讲究的 这个 就是阴阳平衡 那食物间呢 也同样如此 就是它 讲究的是 这个物物搭配 阴阳平衡 五味调和 都应该顺应 天地的 五行的 相生相克的 这个 运行法则 那在这个 庄子的 那个 奇物论当中呢 其实它也 质疑了 这个 就是传统上 就是质疑了 那个 一般意义上 对于这种 美食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评判标准 它说这个 明食除患 迷路实践 崎岖甘代 吃牙 适属 似者 熟知 正味 这个意思 其实说就是 就是 它字面意思就是说 这个 字面意思是说 人吃 家畜 迷路 吃草 蜈蚣 吃蛇 猫头鹰 爱吃鼠 那这四者 到底谁才更懂 口味的标准呢 所以 它说 在它看来呢 就是 人和迷路 等这些动物 它对于这个 正味 正味的意思 其实就是 这个 口味的标准 或者美食的标准 是不同的 那 它是 它是这种 对于这个 这个食物的选择呢 其实也是 物质本然 和自然的体现 是否符合物的本然 是否因应自然 才应该是 判断的标准 在这个 清代的这个 圆梅 圆梅它是一位 这个 前方时期 一个非常 著名的一个美食家 在它的这个 随缘食丹当中呢 其实它就有 它有 它有强调 食物 自身的品性 它说 凡物各有先天 如人各有禀赋 一物 有一物之味 不可混而同之 然后我们再回到 这个 这个 Bennett 它将这个物质 它将这个 Edvomatter呢 形容为一种 有木物质 它其实这个 Vagabond 它也是 借用了这个 德勒兹的那个 概念 我把它翻译成 这个有木物质 它就是 它说在这个 就是进食过程当中呢 其实所有的 所有身体 它都表现出一种 物质性的暂时凝结 这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是被沉淀物所打断的 喧嚣和流动 就是说 这个 Matter这个东西 就是Edvomatter 这个食物 这个东西本身呢 它其实 它其实也是一个 它的这个物质的属性呢 其实也是流动的 是有木性质的 它在这里用到了 比如它引用了一段 这个 Maud Ellman 它在这个 The Hunger Artists 就是饥饿的 艺术家们的 这个文本当中的 一段话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 实物 它是怎么样 就是 就是 它的一个 就是当进入到 这个胃里面去之后呢 它是产生了 如何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反应 然后其中 它其实有讲 这个 有提到 这个18 这个慢食运动 这个慢食运动 是1986年 1986年的一场 那个慢食运动 这场慢食运动呢 其实是那个 由这个意大利人 卡尔洛 佩特里尼提出来的 它是一项号召 人们反对 按标准化 规格化生产的 汉堡等单调的 快餐食品 去提倡 有个性 营养均衡的 传统美食 目的呢 就是通过 保护这个 食物来维护人类 不可剥夺的 享受快乐的权利 同时去抵制 快餐文化 超级市场 对于生活的 对生活的冲击 所以说白了 它其实就是一场 反麦当劳话 佩特里尼呢 他其实自己 在这场运动当中 他写了一本书 叫这个慢食运动 其实就是去提倡 这个 去提倡一种 慢食的生活 在这里 Benet没有说 要去反对 这个慢食运动 因为 因为他 首先他肯定的呢 就是 他是一种 就是 他 他所指涉的是一种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他说在那个 佩特里尼的 这个慢食运动当中呢 他似乎更强调的是 这种 就是食物对于 人类行为的 一个 一种作用 但他说 我们要把 当我们把这个 慢食的这个 把慢食的这个 assemblage的焦点 放置在人类行为之外 去认识到食物的 去认识到食物 它自身的动能 将这个物质性体验 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活力 将促进更加可持续的生态 所以其实他是承认 这个慢食呢 其实是跟这个生态可持续 营养学经济 审美愉悦 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以及他让我们去意识到 我们要怎么样去 从头开始制作食物 然后有一件作品 我想在这提一下 其实也是我昨天 前两天 其实我看 在展览上看到的一件 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 一件作品 是这个巴西的一个艺术家 叫那个 维拉罗哈斯 他在2015年到2021年间呢 他做了一系列的 这个 一系列的这个 以复兴为题的 这个 一系列的 这个装置作品 他在他的这个 这个复兴这个系列当中呢 他是把这个 把他 他把每一件雕塑呢 都利用这个冰箱 去呈现出来 所以在展厅里 我们会看到一件 这个家用冰箱 然后呢 他用这个食物 去填充这个 冰箱的那个冷冻柜 他会放很多 就是这种 这种水果啊 肉类啊 还有这个 酒类啊 一些食物放在冷冻室里面 把它这个冰冻起来 他其实呢 也是在通过这种 食物和食品生产 来进行一种构图 冰冻 并且保存 人类存在的痕迹 他在这里呢 其实也是将他的 这样一种 就是 图像制作呢 跟这个 西方艺术史 尤其是 荷兰黄金时代的 这个 这个 静物画 做了一个 有了一个这种 传承关系 那比如说像 最 就是这个 最著名的 这个荷兰黄金时代的 这个静物画家 就是这个杨戴维茨 德西姆 他其实画过很多的 这个 非常 精美的 这个 荷兰 荷兰 静物画 但是 在这个美丽的 这个外表之下 因为如果我们 就是熟悉艺术史的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 当我们在去研究 这个荷兰 静物绘画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是去研究 它的这个 画的有多么的好 或者是说 它呈现出来 多么美丽的样子 而是说 在这个美丽之后的背后 它的一种 黑暗属性 这个黑暗属性 也就是表现在了 这个 荷兰黄金时代的 这个大规模 殖民上面的 所以呢 在它的这个 在这一系列的 这个绘画当中呢 其实已经有了 非常明显的 这样一种 殖民倾向 因为大部分的物品 其实都是 和食品 其实都是来自于 荷兰当时 对于新世界的这个 新世界的这个 掠夺和殖民 所以同样当我们 在这个层面上 去思考 罗哈斯的这个 维拉罗哈斯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它同样也是通过 它的这样一系列的 雕塑呢 去讨论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 人类近况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放一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一件作品 其实也是跟这个 跟它这个有关系 就是 可能没有声音 大家就是看一下 就是这是一个基于 那个 两个 两个那个 现居于柏林的 那个艺术家 他做的一件 video叫 刘散 他们在这件作品当中呢 同样也是 他是以这个 以这个 肉豆 肉豆 夹为 为一个 为主角 然后去 讲到当时的这个 荷兰的这个 殖民 他们不是为了 土地 更多的是为了一种 食物本身的这个味道 因为肉豆 它其实是用于 这个 大量的用于这个 食物香料的 然后所以 当时荷兰的大规模的 这个殖民呢 其实也是跟 为了掠夺 这个 食物香料有关 所以你会看到 在他们两人的 这件作品当中呢 它有一半呢 是 也是同样成像了 这个 荷兰黄金时代的 那个 进屋绘画 最后呢 我想 就是 讲一下 跟我最近看的 读的这个 波威内力的 在EFLEX上面 就是 大概就是上个月吧 他发表的一篇文章 它叫这个 虚耗的地球 超量过剩和淤泥 那 这个 伊丽莎白 波威 波威内力呢 他是那个 哥伦比亚大学的 人类学教授 和性别研究教授 也是 卡拉宾电影小组的 创始成员之一 他提出呢 他其实在 就 他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其实就是去重新的 审视了这个 废弃物 人和废弃物之间的关系 和废弃物消耗和淤泥之间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就是新的一种互动关系 同时他其实也是一直在他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这个和后殖民主义的这个线索之下呢 去讨讨论这个就是过剩的问题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也就是他在2017年 2016年出版的这本地缘本体 晚期自由主义的安魂曲 这本书当中提出的地本权利的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地本权利 这个词他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地缘本体 也是他发明的一个词 就是 Geontology 这个Geontology 其实就是Geology和Ontology的一个组合 所以把它翻译成这个地缘本体论 那这个地缘本体权利 它就是Geology和Ontology的一个结合体 那这个 他在这本地缘本体的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 波威内利他在1994年开始的 关于这个晚期自由主义的 这个居住系列的第四部分 这个系列呢 他其实是 他在这本书当中呢 其实他是对于权利和治理 进行了重新的理论化 去挑战了福克的生命政治 他在这里呢 波威内利呢 他描绘的是一种 他称之为地本权利的一种权利模式 这种地本权利的 它是一个在生命和非生命之间 进行区分的权利 连同对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制遭遇的描述 他的这个文本将政治理论编织在一起 他在他的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Carabin Film Collective呢 这个小组 他们的作品呢 对于这个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以及关注人类式气候变化 和这个核心物质主义的这个思想呢 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将这个晚期的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和这个定居者殖民主义的这种 跨越空间地点和物质的经验 联系起来 所以他的这个地本权利呢 其实是就是对于这种生命和非生命 这些事物呢 去进行一个规范 加上那些 包括那些就是还没有表现出来 生长生殖 生殖和死亡 就已经来到世上的事物 地本权利 他关乎当石头和里面的化石的存在 被区分对待时 如何去治理人和非人 那他在这里呢 其实在这个就是 在他的这个E-Flex的那篇文章当中呢 其实也是 他对于 他这个对于这个地本权利的 再次的一个 一个E-Laborate 他在里面呢 其实 其实 讲到了这样一种 废物的概念 就是Waste 这个东西 就是在把Waste 把它们定性为是Waste 定性为是这个废物 器物之前呢 我们可以将视角进行一个转换 就是将问题从这个食物生产的需要呢 转移到一种 他所谓的这个Pew Eating 纯净食的一个幻想上 这个也就是说呢 到底什么是Waste 这个Waste 它是基于 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 来去看 它是一个Waste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呢 他提出来的这个Pew Eating 就是这个 这个纯净食 就是 我觉得可以把它翻成纯净食 他提出来的这个Pew Eating呢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一种 对于各种 把各种东西都视为是一种 可以去进行消耗的 可以去进行自我 比如说自我消耗的一种物质 举个例子嘛 就是他在这个里面 自己其实也举到了这个例子 就是今年新上映的电影 克南伯格的《未来最新》 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但没有看过的 我就是很强烈的推荐 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其实的一个主旨 就是关于consumption 这个是他自己的话 就是说 这部电影的一个中心的 中心的主题 就是关于这个消耗 整个电影呢 它的这个剧情呢 是关于在未来有一波人呢 他就是开始自己会自我 就是生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器官 然后这个影片当中的这个男主呢 就是海报上的这个男主 他呢就是 他的那个器官的生长速度呢 是异于常人的 然后就让他整个人的身体呢 都非常的难受 然后呢他要通过这个去解剖这个 心长出来的器官 去切掉这些心长出来的器官 去维持他的一个基本的生活 然后呢 那他在想说我要怎么演 他将自己的这样一种 就是切除器官的这种行为呢 转化为了一个 转化为了一种行为艺术 所以呢他在这里呢 他在这一部影片当中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行为艺术家 他呢就是去给大家表演 切器官 同时呢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有另外一条线索 就是有那么一群人呢 他们是 他们就是通过那个换 就是人工去换掉自己以前的器官呢 让他们以吃那个塑料为食 所以呢他们就是自己有一批 这个就是他们 他们只是 他们只吃塑料 不吃其他的东西 影片一开始的这个镜头 就是一个小男孩 他在啃这个垃圾桶 然后这个小男孩呢 其实也是这个影片当中的 一个像是一个就是一个 一个break through 就是因为这个小男孩 他的这个器官呢 不再是人工移植在他身上 而是他一出生下来呢 他就有了一个不同于常人的 一个一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 就是他是通过吃塑料为食的 然后所以在 所以他在这个电影当中呢 他讲到的这样一种消费主要 就是这种就是consumption呢 其实就是基于比如说对于这种 对于各种物质的一种消耗 比如像塑料的像器官的等等这个方面 也就是当我们因为塑料 我们知道他其实本身是一种人类产生出来的 一种一种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垃圾吧 因为他没有办法被自然降解 那当人类有一天发展出来 或者像这个小男孩一样 他进化出来了一整套的 一个可以把塑料 作为一种可食用的物质的时候 那人类未来的一个 人类未来的一个图景呢 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转变 那对于waste 对于废物的这样一种定性呢 也会发生一个质的转变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 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 会有什么用的 谢谢大家